一群伊纽特人正在奋力地拖拽 一只重达一百吨的鹿骨鲸鱼 这里是阿拉斯加北部 伊纽特人最后的聚集点 每年开春的时节 伊纽特人都会迎来补鲸节 严寒的天气没有冰冻住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激情 这里是抓马纪录片 今天让我们走进伊纽特人的补鲸节 温柔的大海 包裹着万物 这头鲸鱼尽情地漫游在大海的怀抱中 同时伴随着鲸歌 回传在空旷寒冷的北极 看似美妙的画面 却不知危险地来临 这十几人乘坐一只小舟出现在一望无际的海平面上 这也预示着会有一头鲸鱼要遭殃了 同时岸上的村民 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 手牵着手 祈祷这次捕鲸更顺利 捕到的鲸鱼更重 这一节日可以追溯至一千年前 已成为当地人们的传统节日 炽热的太阳 被寒冷的天气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 照耀在冰天雪地上 在北极圈以北离岸一英里的海面浮冰上 一群英纽皮亚特补经队的队员守在一个帐篷里 利用紫叶太阳的光亮搜寻经过的漏几经 这个小团队已经在这里铸扎了几个星期了 简单的帐篷在凛冽寒风中摆弄这五姿 没有一丝保护补经人的意思 人们被动得瑟瑟发抖 但这并不能阻挡住补经人的意志 为了能维持更好的精神状态 他们需要补充足够食物 这几个星期的时间 时不时还会有北极熊的出现 它在白矮矮的雪地里 随着凛冽的冷风中 摇晃着身子慢慢地走向补经队 北极熊像是有意在蔑视北极的天气 因此在补经季节 补经团队整天都在观察冰冷的北极水域 寻找合适的出击时机 同时他们必须在途中避开极度饥饿的北极熊 这时补经团队感受到周围有一双带有杀气的眼睛注视着他们 补经人提高警惕 仔细地观察着周围 但北极熊在雪地里极其地善于伪装 一时之间很难分辨出它的位置 好在补经团队经验丰富 在关键时刻 拿下了饥饿的北极熊 这也可以让补经团队饱餐一顿 并获得饱满的皮毛 慢慢地太阳退去了橙红色 变得灰蒙蒙的 补经人静静地聆听着鲸鱼的声音 他们站在冰面上的漫长时刻 穿着毛皮衬里的派克大衣免受风的侵袭 一种永恒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在那一刻 耐心等待的行为转变为对鲸鱼的祈祷 很快鲸鱼无忧无虑地拍打着海面出现了 准备出动捕捉 不经人等待合适的时机准备捕杀 突然空中成群结队的熔压 打破了这片宁静 北极的天空和大地成为它们的背景 形成一幅风景化 这使海面变得一场的平静 这可能就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是噩梦的开始 随着时间的流逝 气候的变暖 厚厚的冰雪发出洒洒作响的声音 冰雪上开始出现裂痕 愈演愈烈 冰雪融化伴随海了 消失在大海里 这时的陆济精会从白令海向北游往 加拿大北极地区 捕鲸团队静静地观察着海面 准备捕杀鲸鱼了 等待猛烈寒风停歇后 海面上漂浮着大大小小的雪块 成群结队的鲸鱼浮现在海面上 欢快地畅游在大海的怀抱中 这对于捕鲸团队来说 是最合适的机会 这时一只落单的鲸鱼 出现在广阔的海平面上 欢快地还海里畅游 还不知危险地来临 陆骨精游泳速度很慢 呼气时喷起的雾柱成两只 高达四到六米 大潜水时还会把尾棋 举出水面以上 捕鲸团队看准时机 快速驾驶小舟奋力地 滑行到鲸鱼的位置 这是一场无法预估的危险 与庞然大物决斗 随时都有可能葬送于此 全军覆没 成为鲸鱼的盘中餐 但如果不奋力一搏 那整个村庄 人们的食物都成为了问题 因此村民必须奋力一搏 但气候变化和全球化 正在加速改变他们的传统文化 有着六千年历史的陆骨精 在却濒临灭绝 目前陆几经军受到 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的保护 被列入宾威物中 村民为了子孙后代 变成了每年捕杀一头鲸鱼 一只小舟 一根长毛 几名捕鲸人在高度 精准地配合下 一发击中 快准稳狠地将百吨鲸鱼捕杀掉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时还不可以放松 这头百吨鲸鱼用尽最后的力气 拼命地挣扎 随族都有可能将渺小的小舟打翻 极其危险的 时间过去了许久 不经团队战胜了百吨的鲸鱼 他们将鲸鱼拖回岸边 所有的村民已经在等待了 他们困住鲸鱼的尾部 所有人齐心协力 拖拽这头百吨的鲸鱼 在全村人的配合下 很快鲸鱼被拖上岸来 人们看到如此庞大的鲸鱼 感到非常兴奋 这也预示着 分道的食物会多一些 每个人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人们迫不及待地 与这头庞大的鲸鱼合影留念 记录下振奋人心的时刻 休息片刻后 这头鲸鱼开始行驶它的宿命 捕鲸人分割这头鲸鱼 它们非常熟练地 切割着鲸鱼的每个部位 露出精美的横切面 同时敦厚的皮下 渗透出粉红色的血液 为了保证每户分道肉平均 捕鱼团队精准地计算 用尺子丈量整个鲸鱼 最后将切割下来的肉 拖拽到一边 等待最后的分配 忙碌了许久 百吨的鲸鱼被分割得所剩无几 同时村民也会拿出来一些 立刻烹饪一些肉 分给人们品尝今年的劳动成果 分享这份喜悦 现在大家聚集在一起 庆祝补经济的丰收 感谢鲸鱼提供给人类的馈赠 补经队员在人们的欢呼声中 被抛至半空 然后稳稳落下 这种庆祝方式增强了村民之间的亲密关系 现在在阿拉斯加人的帮助下 鹿骨经正在繁衍生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